近日 电视剧东宫正在热播中 在剧中李承鄞为了攻破西州 幻名故小五潜入西州 没想到最后却喜欢上了西州九公主小峰 小峰单纯可爱 和朝堂的女子不一样 西州的女子大多都是自由奔放 做起事来也坦坦荡荡 所以在看到李承鄞杀了自己的阿翁 破坏了自己的家园的时候 小峰的女子大多都是自由奔放 小峰果断的跳了望穿 想要忘记这一切事情 李承鄞是真心的爱小峰 所以立马也跳了下去 随后二人再次相见 却谁也不认识谁了 在最新的剧情中李承鄞为了救小峰撇下了赵瑟瑟 赵瑟瑟回宫之后非常的生气 一直在想小峰为什么要回来 其实瑟瑟也是个可怜人啊 从头到尾心里只有一个李承鄞 到头来李承鄞却说自己 一直都是在利用赵 不要打扰自己平静的生活 如果没有小峰 太子是爱自己的 到了现在赵瑟瑟还是在骗自己 小峰何尝不想离开这里 经过了这么多 他对李承鄞是一点感情都没有了 在李承鄞下令杀了顾剑的时候 顾小五就已经彻底的死了 到了现在小峰身边的人已经被李承鄞杀了差不多了 而李承鄞还奢望小峰能留在东宫 留在自己的身边 天下没有一个人会接受 所以后来小峰对赵瑟瑟说了三个字 我想走 随后赵瑟瑟帮他逃走 小峰又一次离开了自己所憎恨的东宫 字幕统也자가比較感到唤! 字幕�统集你 字幕锦 或赵瑟 tenían怪才有男人 需要